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府增收的主渠道之一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穿达学习19届二中全会等系列会议精神 市政府党组班子召开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我是首个共享单车电子围栏落地试点 今天是2018年的2月11号星期天 农历12月26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丰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记者从市农业局了解到 我是已评选出第三批 共11个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43个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这些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 已成为我是农民制服增收的主渠道之一 要过年了 我们农庄搞喜极一点 有很多客人要过来 好 好 挂灯笼 贴福字 祥安公婆聊休闲观光农庄里的棉味越来越浓 眼前正在贴福字的人叫做朱荣亭 是农庄的负责人 得益于政府引导建设的美丽乡村 除山村的火爆 也让这个位于除山村附近的农庄热闹起来 去年5月 他对民房进行了重新装修 购置了基础设施设备后 办起了民宿 而采摘蔬菜 用土灶 铁锅 生火 做一份农家菜的体验模式 更是让他的农庄缺了不少粉 农庄成立不到8个月 就获得了第三批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称号 今年让他感到更开心的是 政府也在想尽办法助他们一臂之力 让农庄的休闲路越走越宽 民宿这一块的话 就是有时候那个有决家的都有经常爆版 有时候还要找到那个除山的那个配合一下 去他们那边弄几间起来住 现在的政府对这个农家的有重视 除山这个东东到这个要够宽嘛 能够连除山拼在一起 以后会比较多 比较好 做精 做优 做强休闲农业 是我市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开出的一季良芳 走进朱小汇生态农场 刚建成不久的鱼菜共生生态循环系统大棚 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农场负责人郑峰告诉我们 鱼菜共生是一种集蔬菜栽培 与高密度鱼养殖为一体的生态系统 也就是将鱼产生的排泄废弃物 作为蔬菜生长的肥料 将蔬菜中一些长势不好的叶子和根 作为鱼的饲料 双方可以形成生态互利关系 是一种可持续循环型的低碳生产模式 能实现成本的零投入 是以生态循环作为一个要素的话 进行安排生产 我们福建省第一家从实验室搬到的话 具体的应用生产当中来的农场 在圣女果和草莓的种植上 朱小慧生态农场主动采用新技术 他们引进了以色列的技术种植草莓 自己开模建造模具 把草莓架高进行种植 由于草莓没有外皮也没有壳的保护 很容易受到虫害 架高之后既能减少虫害 又能避免高温高湿情况 给草莓带来的伤害 在圣女果大棚里 有不少蜜蜂在里面飞舞 据了解 圣女果经过蜜蜂受粉之后就会有紫 紫的外面包了一层浆 能使得圣女果酸甜可口 朱小慧生态农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不忘将自己的技术 推广到周边的农户 给周边的农民提供技术和品种的支持 种植的技术品种 我们的话把控 然后的话方法进行供下 我们以百香果为例 百香果的话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导下 原来的话七八块一斤 就是没有用农药化肥的情况下 能够卖到二十块一斤 这样的话对它的收益来讲的话 是有增加的 目前我是正在积极吸引和撬动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 去年在市农业局等部门的推动下 特房 项羽等国有企业 与乡村深入合作 共同推进大茂山休闲农业 文创旅游度假区 香山 香苑等大型休闲农业项目的 开发与建设 据了解 全市共有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143家 其中包括全国休闲农业示范 和乡村旅游示范点9家 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23家 和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43家 2017年 全市休闲农业接待游客量 达到560万人次 同比增长19% 总收入6.7亿元 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市政府党组书记 市长庄稼汉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 19届二中全会精神 19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省纪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 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 市政府各位党组成员 要以身作则 带领各级政府 及其部门全体党员干部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 按照19届二中全会 19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省纪委十届三次全会的部署要求 把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着力加强法治政府连接政府建设 会议要求 一要把践行四个意识引向深入 坚定政治立场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二要把法治厦门建设引向深入 带头维护宪法权威 捍卫宪法尊严 严格依照宪法法律行使职权 履行职责 开展工作 加强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立改废视工作 推进政府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五公开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三要把全面从严治党印象深入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加强党内政治生活 形成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 严厉整治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决纠正四分问题 加强连结自律 营造风轻气正的节日氛围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庄稼汉 主持召开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会议以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制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为主题 会上 庄稼汉代表 表示政府党组班子进行对照检查 并带头做个人对照检查发言 接受班子其他同志批评 班子成员逐一发言 相互间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 庄稼汉在总结讲话时强调 市政府党组成员要认真按照信念过瘾 政治过瘾 责任过瘾 能力过瘾 作风过瘾的要求 不断增强执政本领 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要提升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要全面从严治党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 要抓好问题整改 明确路线图 时间表 责任人 用制度 管人 管事 管资金 管项目 不断巩固拓展 整改成效 要加强班子建设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决纠正四风 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 不断增强市政府党组班子的 执行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今天上午 市政协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 市政协主席张建主持会议 本次民主生活会 围绕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 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进行党性分析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上是政协党组成员逐一对照检查发言 张建表示 要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 把牢方向盘 始终把政协工作 融入全市大局中谋划部署和推进 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拧紧总开关 不断提升干事创业的能力和水平 要落实政协工作要求 用好话语权 选准督察议题 发挥协商市督察的优势 要持之以恒 政风速记 绷紧警戒线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压紧压实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要增强委员服务意识 搭建联心桥 为当好新时代排头兵 宁心俱立 要坚持为民履职宗旨 增强担当力 把功夫下到查实情 出实招 办实事上 为民呼吁 为民办事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 我是首个共享单车 电子围栏落地试点 具体情况请小俊 跟我们说一说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共享单车 是城市交通重要的一环 但是共享单车乱停放 一直以来都是困扰 城市公共管理的一大难题 因此规范停车的 电子围栏技术 也是被大家广泛关注 近日 OF小黄车率先在 我是开始试运行 电子围栏技术 这也是我是首个 与信用积分体系挂钩的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 在嘉河路连越路路口 靠近盘基中心的 原行道上 这块宽约2米 长约100米的 长方形区域 就是OFO小黄车搭建的 首个共享单车 电子围栏测试点 此时打开手机APP 在地图中 能看到有明显的 P字图标 并用蓝线 画出了一块区域 你点击一下 推荐停车点 这个蓝色图标 它就会显示 如果您停放在蓝色区域 停放后信用分 会增加两分 OFO相关负责人说 现在用户只要打开手机APP 都能看到 电子围栏的相关提示信息 点击蓝色P字图标 还会显示到 电子围栏测试 停放点的距离 和预估时间 随后记者在周边 也进行了一次实地测试 那我们刚刚也是实地 体验了一下 这个电子围栏技术 顺着这个APP的指引 我们很方便地 就把车停进了 电子围栏的指定区域 在停车后 手机上立即收到了 获赠一张单次免费骑行券 和增加信用分 两分的短信提醒 现在目前的这个信用体系 是我们公司自己搭建的 那后续也会把它 对接到芝麻信用体系 还有整个国家的 征信体系当中 不仅有可停区 还有进停区 厦门人民会堂 就是OFO设置的 首个禁止停车的进停区 当车辆停到进停区域时 用户会收到一条 提醒挪车的短信 如果没有及时挪车 系统将扣除相应的信用分 而通过后台 巡检人员会在30分钟内 将进停区里的车辆清理掉 像这种车 我们就把它清理出去 对 只要是在这个进停区 范围内的 我们都会把它清出去 至少在街道上面 看起来就是会更清清楚楚一点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早就应该要规范起来 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如果在电子围栏测试停放点附近 没有将单车停放到电子围栏中 用户目前还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 目前我是各家共享单车企业 都已经在测试相关的电子围栏技术 接下去我是海湘出台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设置 和管理的相关细则 推进电子围栏技术的应用 规范共享单车停放 本台记者报道 说完了共享单车 我们再来看看汽车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 2017年中国汽车产销数据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乘用车销售 2471.83万辆 同比增长1.4% 增速大幅放缓 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3.5% 在整体大环境萧条的背景下 去年厦门车市的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记者来到某品牌4S店 不时有顾客前来砍车 从过去的奢侈品到现在的代步工具 汽车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百姓的生活 性价比高 价格实惠 依然是大部分顾客买车的首选 性价比性能这样的一个区别 对 负责人介绍 今年1月销量还不错 个别款式的订单甚至爆满了 而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 去年1月厦门车市的不景气 根据车管所的数据显示 2017年1月 厦门车市单月爆牌量 同比环比均降三成 2到4月更是一路下跌 全年机动车爆牌19.2511万辆 同比2016年下降了5.54% 出现近10年来的首个负增长 业内人士分析 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 购置税优惠幅度减小 共享单车爆发式增长 韩系车销量萎缩 此外 暂改居政策的出台 很多持赞助证的人 要等半年才能换到居住证 在这期间无法购车 也无形中对车市造成了影响 厦门都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区域 我们的车价可能比漳州 泉州 泉州 莆田地区会偏低一些 所以历年来会吸引了大量的 漳州 泉州 莆田的客户 来到我们厦门来采购 那居住证的政策一出台 导致了我们17年 整体的一个市场情况 其实是偏差的 物质税的政策也导致了 很多小排辆车的竞争力 是逐渐来减弱的 尽管去年车市较为低迷 但也不乏亮点 5月的海西汽博会 和12月的厦门国际车展 可谓是两季强心针 在他们的带动下 去年5月 6月 12月 销量都有明显增长 可见大型车展强大的展会效应 对撬动车市消费有重要作用 而厦门作为优秀的会展城市 在运作这样的大型车展上 经验丰富 去年一大批新品牌入驻厦门 在这些品牌中 新能源汽车占了不小的规模 这其中包括吉利新能源 北汽新能源等一批知名品牌 去年底 我是出台扶持政策 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一系列的信号有理由让我们相信 折服的车市也需要迎来新的拐点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车商们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2018年的厦门车市拉开了序幕 随着各种政策的发布 有不少汽车厂商也开始调整产品结构 而新能源汽车 共享租车 汽车金融等新业态 继续发力市场 2018年车市会不会再次复苏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从2015年开始 厦门加快了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脚步 至今已出具规模 目前我是新能源汽车已登记近万辆 同时大力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有数据显示 厦门的单位面积充电千瓦时 居全国第一 在销售方面 201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 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 这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是一大利好 同时分时租赁等 共享汽车的新形式的兴起 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也十分巨大 多重因素的作用 再加上厦门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 新能源汽车在厦门的前景值得期待 2015年进入厦门的可能最多的只有两三个品牌 但截止今天 厦门市的新能源汽车品牌的数量已经过了十个 这个可以从各个汽车厂家 对厦门市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先进程度来讲 他们对厦门还是比较重视的 我估计肯定会的 肯定会买新能源的 因为这个繁保的问题 在走访中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 汽车金融等新业态的出现 也会对车市带来一定影响 以谭各车为例 它是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 共同推出的购车金融服务方案 因为主打一城首富 先用后买 迅速成为年轻购车族关注的焦点 不过谭各车等汽车金融服务方案的出现 也可能对实体市场造成挤压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有实力的车商开始调整品牌结构 例如建发汽车旗下的建发汽车生活馆 在今年就将目光放在了超跑领域 汽车的消费是取决于需求 那么需求其实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解决效率的 就是代步车 另外一种是体验的 那么我们是定位做体验类的 所以我觉得在体验类的这方面 会有一个特别在豪华跟超豪华 是还有机会的 看豪有机会 是记者在走访中听到频率较高的词 经历过去年相对低迷的车市 车商们除了更加理性地看待数据的起伏外 对厦门车市依然秉持一份信心 自身的产品结构如何调整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如何催化 市场的造险能力如何及时跟上 相信这些问题 他们都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本台记者报道 有了汽车 假日期间很多人就想带着家人朋友出来走走 不过停车现在是一个问题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 斯明海仓数千个停车博位 将在不同时段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据了解春节期间 斯明区辖内5000多个道路停车博位 将在不同时段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海仓的路面停车博位 从腊月29至正月初六也将全部免费 其中 位于中山路 古城西路 辖西路 以及环岛路沿线的560多个车位 于大年30和正月初一可免费停车 正月初二开始收费 其他路段的4600多个道路停车博位 从大年30到正月初四均可免费停车 正月初五开始收费 此外 有四名道路停车智能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天泉西路停车场 西头下停车场 东浦路停车场 也于大年30和正月初一免费提供停车服务 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 全市组织部长会议 即老干部工作会议召开 去年以来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全市组织系统 仅扣组织部门 主则主业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 突出精准科学 聚焦重点任务 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取得实效 今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沈阳强调 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打造模范部门 过硬队伍 为开创新时代 五大发展示范式建设新局面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 澳头特色小镇人文艺术展开幕 展览分为 美丽小镇 美丽生活 美丽海洋三大板块 展览将持续到3月9号 走进展厅 仿佛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 澳头特色小镇 欧错小镇的古往今来和人文风情 通过一张张照片 一段段文字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眼前 去介绍 澳头小镇人文展中的 美丽小镇展 将通过乡村振兴战略 小镇规划蓝图 乡情乡愁等板块 向市民有客 介绍古老渔村的华丽变身 以及澳头特色小镇的 未来规划 挖掘得比较深 人文部分就当地的一些 老建筑啊 人啊 这些本土的一些 非常接地气的东西 此外 展览还展出了 八件来自北京的 精美雕塑作品 和好玩的陀螺椅 作为展览的重要一环 美丽海洋展 包括了海洋 珊瑚礁盐 生态水族箱 海洋观赏鱼类 生态水族箱 250平方米 纯净沙滩互动区 亲子互动海水 触摸池等区域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 观赏接触 珊瑚礁盐生态系统 热带海水鱼 海鲜 海参 龙虾等 不少市民表示 通过体验 进一步了解了 海洋科普和环保知识 我还看到了 郑河下西洋的 它的大船 所以就觉得特别的有趣 我知道了那个 欧策的那个地形 就是他刚才讲那个地理 然后学到了很多知识 本台记者报道 为方便来下游客 购买鼓浪与船票 提升旅游体验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 在厦门机场 T3 T4航站楼 及厦门火车站 分别设立了 鼓浪与船票 自助售票机 目前设备已安装 调试完毕 于今天正式启用 记者在机场 T3航站楼 到达层大厅看到 自助售票机 就放在出口显眼位置 用户使用二代身份证 就可以购买三日以内 游轮中心码头 前往鼓浪与的 各趟船班 并可以使用银行卡 微信支付宝 等支付方式付款 电视剧《大唐荣耀》 今晚22点15起 在夏世四讨播出 该剧讲述了 唐代宗李畜的荣马医生 也将大唐300年来 对聚传奇色彩的 瑞珍皇后 沈珍珠搬上荧幕 揭开中唐历史的 神秘面纱 感谢收看今天的 夏世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 厦门广电的 官方微博 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